中共对我们的打压还不够吗 你还要问这个问题 对这个叫做三无这个渔船 我都不懂什么叫三无 还有没有国籍 没有什么船号 那这就表示 这个就没有一个正当的 渔船有渔船的规定嘛 比如说你国籍的登记啦 地区的登记啦 至少渔船也有一个 名字的号码嘛 这些渔船是做正当的事情嘛 是不是 我们好好一个人俩都走在路上 需要把脸蒙起来嘛 像那个大盗一样的嘛 我觉得我们执法还是应该要要的 其他的我想海巡署会妥善处理